部長想請教一下 柯問哲說 中央有想法的話 就要勉強 不要拐彎抹腳 如果像香港一樣 戰略想要共存 戰術卻清零 兩者矛盾 會死得很慘 那想請問我們現階段的防疫 策略是什麼 又或者是說 我們一直不想明確的 說明我們要朝哪條路走的原因是什麼 那 另外一個問題是想說 今天的疫情記者會延後 一個小時 是因為疫情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中嗎 謝謝 第一個 我想市長講得很好 那但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戰略戰術沒有矛盾的地方 我們很清楚 特別我們昨天又講得更清楚 我們是要在 趨近正常生活 換句話對正常生活 不至於限制 妨害過大 在過正常生活下的 積極抗議 這是我們現在整體的戰略就是這樣 那在戰術上面 那當然就是要在積極抗議 裡面把各種的方法 譬如在各種醫療資源的分配 那在住院 集檢所 各方面的一些整備 都要把它做 完全來 那也跟大家每天來報告一下 就是說有沒有 輕重症的一個情況 讓大家瞭解 臺灣這疫情的影響到底怎麼樣 所以我們這個戰略戰術沒有矛盾 而且是很清楚 那可能就是說 如果再不清楚 可以大家來再跟我們來問 我們可以講得更清楚 那至於要估算 模型我們不斷在估算中啦 可是事實上 我相信全世界沒有人有辦法 在事前去估 去估算 可能會有一波 可能有比較大波 可能一波比較小波 可以來這樣子討論 那要估算說多少人 坦白講 我相信從我觀察這麼多以來 每個國家在講的跟後來發聲的 我們都有積極去注意 那也推上很多的模型去驗證 那發掘實在是 變數實在太多 很難做這樣的一個直接的推估